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个鱼油的补充剂奥米加3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形式的 一个叫甘油三指形的 一个叫一指形的 那么朋友要问了 这两种形式哪个更好呢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吃肥鱼 吸收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奥米加3 里面含有EPA和DHA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脂肪形式呢 答案是甘油三指形的 这就意味着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身体 它是能够很自然和有效的 利用这个甘油三指形的脂肪酸的 那么为什么人要搞出 以指形的鱼油补充剂呢 而且这个以指形的奥米加3补充剂 在市场上还越来越普遍 那就是因为在制造鱼油补充品的时候 有两个难题 一个就是要把奥米加脂肪酸 从鱼的脂肪里面提念和浓缩出来 才能够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补充剂量 以及DHA和EPA的比例重足 另外一个就是要清除鱼的脂肪所含的污染 包括重金属 药物 还有其他的工业污染 所以安全当然还是第一位的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以计划来完成的 就是把这个甘油三指类型的鱼油溶解 然后浓缩体面变成了遗指类型的鱼油 这种类型的鱼油它的好处是 它可塑性好 佛点高 也就是更耐热 所以在加工分装和分销的时候都更方便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肠道的乙脂肪酶 它可以分解甘油三指 但是它不能够在肠道分解这个乙基脂 这个乙基脂要被肠道细胞吸收了之后 转化成甘油三指才能够被身体利用 所以相对而言在短时间内 这个乙基脂的鱼油吸收是比较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它吸收的量可能有问题 标准的乙脂中大概有20%的Omega3被吸收 甘油三指的EPA和DHA被证明 比乙基脂形式吸收要好48%和36% 乙基脂形式的Omega3的鱼油 它比天然的甘油三指形式的鱼油 稳定性也要差一些 容易氧化 除非你跟高脂肪的食物一起吃 才能提高它的吸收水平 所以大家吃鱼油的时候 一定要跟含脂肪的饭一起吃 同时乙基脂它是在肝脏中代谢转化成甘油三指的 所以这时候它会释放出乙醇 也是酒精 它会导致释放自由基 产生氧化应激 造成肝脏和其他部位的炎症和细胞组织的损害 所以它就有副作用 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打嗝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是要买肠衣包裹的 流感的症状 胃部的不实 背痛 皮疹 呕吐 胃肠功能紊乱 一线炎等等 这个处方药叫Luvaza 它就是一种移植的Omega3脂肪酸 它跟运动和饮食加在一起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指水平 它也就有这些副作用 如果您有使用Luvaza的体验的话 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那么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就有人把天然鱼油用以激化清洗 浓缩以后再把它重新转化成甘油三指性的鱼油 当然了 这个生产成本就比较高 产品的价格也会比较贵 所以它一定是在标签上可以给你注出来的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 看仔细一点就会发现这个区别 市面上的很多鱼油 它是天然的 没有经过高温 蒸馏 龙缩等等 它们含有的Omega3的比例 大概是在30%左右 不同的鱼油 它的Omega3的含量的成分 主要是DHA和EPA的比例也不一样 有的有更高的DHA 有的有更高的EPA 那么这个DHA和EPA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呢 我们在今后的视频继续跟大家探讨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视频 端立世界 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